台湾这一季年到辉伯业会 16号是当年辉伯班的新闻 来到老五老基金会进行疫症活动 校团是做会帮四大整理头目 希望在这温暖的天气 变一个轻松的作形 甚至也会得到轻松 家庭加兜已经热 校团跟中备头目加出新作形 加完中备也都非常欢喜 社会经历之后 专家校团已经不会混到最好改端 技术也都相当成熟 办理这次技术活动 让所有的能够拥在生化当中 并且不用对社会的供应 有机会可以多多来成熟工业活动 学员这次都已经快要结训的 记忆也都很成熟了很完整的 所以我们这次带着学员过来 然后做意见 然后让他们自己发挥爱心 除了对他们记忆的培训之外 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培养 对社会的贡献 对以后的就业也会有帮助 增加以后就业的信心 订阅这次老夫老是很感谢 学会的爱心 跟中备整理问民 过来看起来也轻松很多 今天来到我们老婆来做个意见 能够落实在地的一个 敬重长辈的一个关怀 也可以说让这些学员 能够真正尝试到自己的结训 能够为地方来努力 就是夏日也来了 他们的头发如果比较长 或是比较乱 其实也会影响他们的心情 那其实透过这次的意见活动 让他们晃然一心的感觉 心情也比较好 我都当中在那边 会跟中部的疑众以外 以外面就不能来到 希望这份爱心 可以让更多人来到你公业行列 新春华新闻创両创六甲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